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行同化主义政策 这与国家安全没有关系 这只是共产党大一统的欲望 8月人权高专办得出结论 这些侵权行为非常严重 可能构成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危害人类罪 11月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新疆的紧急行动 回顾所有缔约国都有法律义务进行合作 以结束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种族歧视 就在昨天金社文权利委员会指出 在新疆的维族回族和少数民族的金社文人权 是严重的系统的广泛的和不适当的被侵犯 理事会还需要什么才能基于原则和事实 来解决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共进呢 那些声称在各地捍卫穆斯林权利的穆斯林国家 何时才能真正在世人与造物主的见证下 为我们挺身而出呢 订阅 稳 作为 沙兰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